政府規定必須要承辦商先付所有建造費用 政府的文件沒有誤導過 香港的實際情況 跟還是不跟 我們認為現在是這個 跟還是不跟啊 雷尚嚴議員不用那麼勞氣 他當然是跟啦 老闆說什麼就跟什麼 老實說 也不是第一次 你問他跟不跟 那就跟指示 主席 首先昨天又不見了三個顧問 那三個哲學家就不在了 今天說哲學怎麼說 那是什麼人來的 又走了三個 那你怎知道我們不會問他 是不是怕封口呢 人家昨天說了 明明了 如果DBO就給了錢 叫那些人 然後我們才付款 你們那四個DBO 他找到那四個DBO 是假DBO 來的 大哥 你不誠實使用嘴巴 大哥 怎麼搞啊 你們 什麼人來的 你們 整個謊話拆穿了 還在說 他說 主席你跟不跟 你跟不跟中聯辦打電話給你 要今天搞定他 好像那個譚鐵牛一樣 自己下去看 叫人應邀 你是不是邀請了他干涉我們 還是他打電話給你 大哥 你做東亞銀行的大哥 大哥 他有沒有打電話給東亞銀行啊 他 東亞銀行有沒有做這些生意啊 垃圾 我告訴你 我剛才吃吃東西的時候 有個女士打給我 她五十幾歲 小兒麻痺症 再跌倒 每個人拿一千多元 她的女兒 一千一元 住在公屋 她沒有錢 她說 長毛議員 長毛議員 你可不可以 幫我申請 那些雙倍的 這個 因為他不行 他五十幾歲 拿不到那些雙倍的生果金 雙倍的生果金 阿哥 三百多億 你們丟下水 八十八億個球場 大球場就是大白象 那時候我們改大球場的時候 白人板聲 說用很久的 我們的足球運動一定會 我們的足球運動一定會 重復發展 因為有了一個 三萬八千人的球場 現在平均入座內 三千八百人都不夠 楊先生 不要怪人聊天啦 你這麼喜歡體育人士 叫南華先不要降班 楊先生 不要嬉皮笑臉啊 主席 打王牌 我現在要求終止會議 OK 梁國雄議員 你現在要求終止這個會議 是嗎 那你先說一說 為何要終止會議 好了 主席 為何要終止會議呢 大哥 文件和優會 難怪你做不到行政會議成員 張國軍就認識了 現在你跟不跟啊 梁國雄議員 跟不跟規矩做事啊 梁國雄議員 你回來這個議題啊 你雲派有沒有跟著你身體啊 你有沒有 這個 剛剛那個時候 有沒有 十月那個時候 梁軍有沒有叫你上課啊 有沒有來啊 還是可以玩啊 你看看 成年啊 主席 你死不死啊 跟不跟啊 梁國雄議員 你回來這個議題 很簡單 你不誠實使用嘴巴 這件事已經要停你了 不誠實使用腦袋 不誠實使用屁股 坐錯位 你 你 你 那些融資那些事 麻煩你叫陳家強來啊 那個 最少陳家強啦 是不是啊 問你那些兒子那裏 你說 哦 我不管的啦 人家昨天叫你啊 諮詢了先 然後再看看 那個 貿法局怎樣 不行的了 我們照舊啊 那你當民意是什麼啊 一會兒又來了 過了這件事啊 又120億起條 架空的鐵路啦 因為當日我們啊 說沒有個郵輪碼頭會死啊 現在從郵輪碼頭沒有人去啊 又說要在郵輪碼頭那裏 整條輕鐵架空的 全世界都失敗的 去聯繫啊 百二億啊 那位婆婆 那位女士啊 什麼時候才有救濟啊 你用不需要我打電話給她跟你說啊 用不需要我職場直播啊 我打給她也有一個麥克風說出來 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是這樣的啊 香港 在一個大花童 你不要說體育界 香港足球總會是一家有限公司來的 說什麼都在這裡 我問你啊 楊先生 香港足球總會是一家有限公司 隨時可以倒閉 搞到竹魂這樣 百年老天不升班 搞青年軍 還在那裡吹噓 你懂得踢球啊 結智那塊地你拿回來建屋啊 不是我們的踢球 你不會改啊 在這裡說 連民建聯也說啊 你那個球場啊 結智的球場如果沒有了啊 起發肥火屋那塊插針也不下啊 不要再說話啦 還有擺官威 還有說體育界 體育界就是跟我說 叫你閉嘴 不要侮辱體育界 他沒有支持過你 梁國雄這時間夠了啊 梁國雄 剛才你說到我呢 我一定要回應你的 因為呢 我現在跟你說 我就沒有收過任何電話 讓我今天呢 去 完成這個項目 你呢也都說話了 不要罵人罵得那麼厲害 你是沒有需要的 你就說事實咯 陳克勤就是亂說的 我們一貫主張 在區裏面建安路的設施 建醫院 建大學 建那些不是大白杖 而我們香港那些弱勢社群很需要的東西 那些錢花了下去 一樣製造就業機會 而且製造的就業機會 真的給予香港人 因為那些大白杖全部都是預造件 是人家做了之後 可能叫人家來裝陷 這就是港珠澳大橋的 所以工聯會和民建聯的說話 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我們花10元都億不到1元 香港人 我再說一次 319億的大白杖 尤其是88億的球場 是反對的 我們主張政府斥資2000億 去做一些公屋 各樣醫院 社區設施 益香港是建造工人 盧偉國是說謊 盧偉國是說謊 盧偉國連DBO都不 梁國雄議員 請你不要再說 我現在把下述議題付諸表決 本委員會現職休會 要不要打鐘 打鐘五分鐘 請打五分鐘 我慢來了 打個一下 不停 打個下距似 打個象 跟發動 說話 調at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